Lion 黎明每次拍廣告都一定會做很多新嘗試給大家驚喜 最近他為了一個手機去到日本方面拍攝一個驚濤蟹浪的廣告 在五月中會推出新專輯的Lion 今次和徐子山去了日本拍廣告 他們倆一齊出海一齊打雨 還一齊在雨中拔足狂奔 真是夠浪漫 不過有一件事Lion沒有跟子山一起做 究竟是什麼呢 海上差不多十幾個人上船 分為有幾天不同的拍攝 當然第一天來講 子山是很跟隨大多數朋友的 十船上十個人裏面七個吐他都有份吐 我最主要是另外一個 是唯一不會有人在船航 那個人怎麼吐都不會吐 因為有些人是習慣了 因為吐的時候 拍making of 的人 都吐 所以嚇不到 只有我看著兩個吐 哈哈哈哈 Lion果然是天不怕地不怕 無論上山下海打雨 或者以前跳奔之針都無有怕 更何況是雲船浪這些小事 不過出到大海工作 怎麼都應該有些危險性吧 有沒有做足安全措施 剛才看到那個廣告 真的很大嘗試 要出海見到好像驚濤喵浪 其實這次辛苦嗎 沒有的 其實拍廣告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會做好的安全措施 譬如需要海裡面很大浪 另外還有一艘很安全的船 譬如跟著我們 萬一就算那個船有什麼事 也有第二艘船去救我們 這個準備功夫做好之後 我想沒什麼需要害怕 因為始終你在日本的地方拍攝的時候 他們每樣都有一個規限 比船的重量是多少 你是坐11個就11個 你多一個都不行 原則性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麼有原則性的東西來講 我相信在整個拍攝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很安心 開港有說貴人出門朝風雨 這句說話對Lion來說 只是適合了一半那麼多 因為貴人Lion這次去拍廣告的時候 簡直就好像三國演藝裡面的諸葛亮一樣 話者東風就有東風 要什麼有什麼 難忘就是當需要下雨的時候 誰知道真的下雨 而下雨的環境裡面 你用水車是適合不了的 所以變成剛才要拍下雨的時候 就真的下雨 剛才要天晴的時候就天晴 我想最難得是這件事 你做演員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一個正常天氣正常環境 它會引導你的情緒去投入多一點 我想 還有一向我們這張廣告片來講 都是一個故事情性 有一點好像氣味一樣 你變成有得去 在過程裡面你會開心多一點 因為多一點可以去想去做 到底可以上去看 對你做ел嗎 我不是沒有 我不是有毛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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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